新闻的别方综合报道 好 还要再来看到不满政府的恶意宣传 趁着交接典礼 这一回广播节目协会上演了宣誓的场面 请来神明来到现场还拿香发誓呢 合法电台绝对没有卖假药 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放他们一条深度 明明是广播节目协会理事长交接典礼 不过却请来了神明作证 会员还一个个拿香发誓 证明自己绝对没有卖假药 120个合法商业电台要叫马政府来呛侠 马政府不断力 委员长能够留一条生路给我们 不要再继续去做那些恶宣传 九个单位在监听 不只举相发誓 孩子做影片放上网络 就是要洗刷恶名 希望马政府不要再把洗证罪过 怪在电台卖药上头 我们很合理 很合适就是政府给我们的 我们所谓介绍我们照整个机来做 结果呢 毕竟像我们的动作是犯人了 所以差不多听说 差不多要整个公布人员的 因为这样刷断来不透露 做不下去了 电台主持人现身开奖 还自作了白皮书 就是希望政府不要断了广播人员的生存饭碗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还有这个真的蛮夸张的 带你来看到大陆呢 十一国庆期间